哎呦 爆炸 爆炸 鐵皮建築陷入火海 竄出濃煙 大火燒得猛烈 還不斷傳出爆炸聲響 爆竹聲噼噼噼噼 一連串狂暴 把附近民眾嚇壞 情燒不敢大意 出動84人 並找來機具 破壞鐵捲門 一看裡頭停了 九部一格花車 其中一部當場被火燒毀 業者趕到現場 看到心血毀於助容 忍不住留下難而累 除了一部一格車 還有許多人偶裝飾 妙惠用品等易燃物 燒個金光 鐵皮建築物又沒有開口 只有唯一一個樓梯 因為溫度也蠻高的 我們人也沒辦法 進入到澳門 妙惠慶典常見的一格花車 沒想到難逃火焰 慶幸還有八目沒被燒到 大火趕忙把一格車撤離火場 這場大火 原本火勢集中在一樓 而且一度控制 沒想到又復燃 二樓全面陷入火海 消防投入大批人力 花了近四小時 縱算將火勢覆滅 記者劉冰陽社王上函 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採在風災的貪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